十年前 因苏侯爷从绑匪手中救下了沈家少爷沈玉 魏表两家情深义重 皇上下旨为苏沈两家赐婚 如今十年之期已到 沈玉如约送妹妹至京城出嫁 无料刚到花满楼 沈玉便遭遇了一伙刺客的袭击 沈玉便遭遇 侯府 侯府 娇娇 娇娇 哥哥 对不起 我思来想去 还是不愿意将我的幸福寄托于 一个陌生人身上 更何况 我早就有了喜欢的人 所以我决定去寻找属于我的爱情 侯府既要联姻 却又为何派刺客截杀 此事 必须要调查清楚 最好别让我找到你了 正好去侯府看看究竟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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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这是皇上亲自自知忽的 是 周亲 TikTok 小姐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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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 不要 不是 �� کر 这是人又帅 金友善呐 退市 走 家 这是你 懂 operations 告 List 其实 慢点儿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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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苏家二小姐 生的是一双桥上 做的腌制色泽鲜润 这做糕点的手艺呢 更是一绝呀 苏世子今日结亲 这不做妹妹的 亲自下厨为她制作 最拿手的百花良缘糕 沁赫长兄喜结良缘 嬷嬷 母亲 今日你大哥成婚 你身为规格女子 八字又属音 不宜去往前厅 免得冲撞了喜气 是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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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声 一拜求你 陈海 好 好好好 二拜高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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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对拜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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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哥哥嫂嫂 新婚快乐 你们没有口服 不能吃到我去手做的糕点 那就只能 便宜我了 妹夫啊 妹夫 虽然我也不想这么干 但谁让我摊上这么一个妹妹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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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附近 是你吗 哥 墨墨 你不是应该在斗房吗 你要走 你要去哪儿 捉拿朝廷侵犯 我是为朝廷的刑部员外郎 今晚行动必须参加 不行 你走了嫂嫂怎么办 她 她跟谁洞房啊 洞房的事 你就先把我硬送一下 不行 我怎么帮你啊 不行不行不行 万一被发现了 你想贿赂我 没门 我 我是这种人吗 哼 你 全部加当了 成交 夫人 是我 我这妹夫声音真够粗犷的 果然是条汉子 我在干吗呢 该不会 真要拉我睡觉吧 我得赶紧想办法把她灌醉 夫人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盖套啊 为妻有点温呢 不好意思啊 为夫也是第一次成亲 没什么经验 不好意思啊夫人 不好意思啊夫人 我这妹夫也太袖珍了嘛 这嫂子长得挺狂野啊 太尴尬了吧 我得赶紧想个办法把她灌醉 太尴尬了 我得赶紧迷运她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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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说 我看今日是我们的良辰吉日 不然我们喝杯酒吧 好啊 夫人 好高啊 夫君 你也好小巧啊 来 请 请 一个人喝酒多孤单啊 不如我们喝交杯酒 喝 喝 来 来 夫人 我在 我在 怎么有点晕 我怎么也有点晕啊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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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s 热 有点晕 睡了 你 写你 这 我 如何 老大 都安太好了 他们跟多几少女失踪案有关 务必谨慎 是 明天人一到就动手 少三 父亲 嫂嫂 夫人 你不是我夫君 你是个女的吧 就是 小夫人 开闪大婚 请安了 小姐 世子呢 我哥他 简直是胡闹 莫莫 莫莫 你虽然是庶出 好歹也是个小姐 竟然敢替你哥哥去入洞房 传出去成何体统 你让侯府的脸面往哪儿割 母亲输罪 昨夜哥哥临时有事 先行离府 我担心嫂嫂一个人 这才假扮成哥哥 还敢领嘴 莫莫知错了 莫莫不敢了 儿媳 昨夜之事 让你受委屈了 不委屈 不委屈 儿 我们猜他 来了客官 来了客官 两个客官慢用 不许 你 不许 你们 不许 你们 不许 不许 你们 不许 不许 你 现在 好 刚刚 我许 habe 给本公子上最好的菜 和一壶最好的酒 小二 下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强强梁家妇女 放开那个女孩 否则 别怪本公子不客气 各位装使 打扰了 装使 你流鼻血吧 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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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都处理好了 老大 另外两个绑起来了 还有这个小兄弟怎么处理 刚刚还想救我 都带走 是 终于等到你了 少爷 您来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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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松木 他怎么在这 你过目就好了 好 我上去看看 好的 这边请上一趟 小贼 想拿什么 我给你 小贼 你被逼下来我无耻 小姐 这是我的房间 我还想问你 你进来干什么 我只是掌控房间 换衣服而已嘛 真的 我的大宗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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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大宗屏打碎了 你陪我 衣服换好了 你快走 你陪我 来人 我走 我走 你去 倒霉 那家伙去哪儿了 幸亏还有一些回去 小贼 厨重看了 大宗屏 效果保障 一瓶一两银子 姐姐 你要大宗屏吗 她可以美呀 也不要了 大哥 你要大宗屏吗 不需要 这个大宗屏 这个姐姐 你不要不要 姑娘啊 我明天要去相亲 人家喜欢美男子 你看我这 能不能想想叛回 大人你 我 我这个大宗屏 保准待遇您用了以后 保就会有活力 我给你看一下啊 来来来来 都来看看大宗屏 护肤效果特别好 看别致啊 看紧张 这个 小姐 恭喜你猜中了 谢谢老板 我早来 好 快点 别走 别跑 站住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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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小兄弟 你醒了 你 若你身体有大碍 便离开吧 这里是是非之地 不宜久留 离开 不行 我想留在这里 不行 我们是来办证事的 不是来玩乐的 我不玩乐 我会行医 兴许我还能帮上你们什么忙呢 我不要工钱 帮出帮出就行 你是大夫 是 好吧 你可以留下 工钱照成法法 不会亏待你的 公子 公子怎么称呼 在下苏子渠 苏大哥 小弟姓沈 沈兄弟 乐乐 好消息 真的叫他呢 真的 走 去看看 好 怎么是他呀 妹妹 嗯 你在做什么呀 我来帮你 唉 唉 不用啦 嫂子 唉呀 嫂子 真不用 不用了 嫂嫂 真不用 嫂子都是嫌的花 嫌的花 对不起啊 妹妹 不碍事 不碍事 妹妹啊 女子的皮肤 最为娇贵 你怎么把自己弄得一失伤啊 赚钱嘛 赚 赚钱 你干一票多少钱啊 如果运气好的话 十两银子 一条命就值十两银子 嫂嫂 你也想要吗 我的大宗瓶护肤效果可好了 大宗瓶 我在花满楼一瓶多卖一两银子 如果你要的话 自家人便宜点 花满楼 那你这伤 别说了 前几日做腌制的时候 被瓷片划伤了 小丫头 想骗我 帮你公子迟早把你的狐狸尾巴揪住 大哥 我看你这么疼爱这位大嫂 不如给她买一个我这个面霜吧 我保证用个十天半个月以后 大姐的脸 就跟那个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你们看看 苏小姐 抱歉啊 我们楼主的新规矩 花满楼不能卖东西 掌柜的 我就在这儿卖卖东西 赚赚小钱 应该不耽误你们做生意吧 我们楼主吩咐的 我也没办法呀 那你们楼主是谁 我能见见他们吗 本楼主在此 是你 你就是楼主 之前打碎我的东西 我正手找不到你呢 赶快别见 上次要不是我救你 不止你的大宗瓶 你的人都该摔残 再说 我还没找你索药 打伤我脸的医药费 你 你想怎么样 这些大宗瓶有多少 我沈玉全买了 真的 你全押了 你开个价吧 三十两 太贵了 十五两 你说什么 十两 你还不如去奖劫吧 八两 大不了 我不在你这儿卖了 你想去哪儿 天香楼还是百花哥 我跟这两家的掌柜 关系都还可以 只要报我沈玉的名字 还是说你想去街上卖 可是 你去街上卖的话 都卖不了一两银子吗 你卑鄙 你无耻 六 沈玉 你一个大男人 就是一个小姑娘 他这样不喜欢 当我们做生意呀 有意思吗 你不就是银子吗 我都给你 D 小样 还治不了你 苏大哥 苏大哥 谁出去 沈兄弟 正好 你不是大夫吗 快和老大看看 怎么回事 苏大哥怎么会这样 我们去山寨 遇到了弥安 老大为了救我们 多浑香 灵儿 你去打腾热水来 好 你跟我来 灵依 你按照这个药方去抓药 一定要快 不然苏大哥会有生命危险 时不宜迟 快去抓药吧 好 苏大哥我来照顾 来 苏大哥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嫂嫂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 我来找你的呀 你不是说你在花满楼卖大宗品吗 这么晚还没回家 嫂嫂担心得很啊 那谢谢嫂嫂了 那我们回家 对对对 回家 这不是沈浴房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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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嫂的荷包怎么那么眼熟呢 嫂嫂的荷包怎么那么眼熟呢 到底在哪儿见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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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找你的呀 我来找你的呀 小姐 这是我的房间 不就是银子吧 我都给你 回家 原来是这样 一千两 可我当初当的时候只有一百两啊 哼 这就三百五十两 你就把玉佩还给我 荡器上写得清清楚楚 三个月不来取 荡多少钱 我说了算 那不然 你先把玉佩还给我 等我赚过了钱 我再送过来 等你赚过钱再说吧 去去去去去 你 客官 您是熟啊还是当啊 刚才那位小姐是熟是当 熟 就是这个 一千两 一千两 呦 老板大气 来 快收好 苏默 是他 哥哥 我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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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默 是他 老爷 我好了 那边传来消息说 有人要攻打山寨 好像是朝廷的人 放心 这山寨外围都设了迷烟阵 这毒魂香 是老爷我亲手配置 谁也解不了 老爷英明啊 苏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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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喝药了 来 这么快 我还想为苏大哥喝药呢 沈兄弟 怎么了 苏大哥 你可有 姐姐妹妹 姐姐妹妹 苏大哥为何这么问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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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沈兄弟 老大体内的毒解了吗 放心吧 再休养几日就好了 学大兄弟怎么样了 老大放心 沈兄弟的药可神了 大家都没事了 那就多谢沈兄了 苏大哥 跟我就别客气了 老大 这几日我们探查过了 寨子周围都是毒气 我们无法相供 你们说的毒气 是指苏大哥体内吸入的这种吗 是 沈兄弟可有什么办法 我可以试试 在我们前周沈家人面前 这点消消的毒气 算得了什么呀 前周沈家 你刚刚说的可是 前周的医药世家 沈家 是吗 对 苏大哥 也知道啊 你们沈家名声在外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是 那你可是沈玉 若是沈兄知道我是他妹夫 新婚之夜抛下了他妹妹 我该如何向他交代 好 苏大哥 我继续弄了啊 老大 他们没带面照 怎么没事啊 看他毒气纸在这片林子中 的 你的伴侣 是 的 你 是 的 好 你啊 十八公仔绪 别活活 老大 嘴里藏了毒 人死了 苏大哥 你受伤了 还不都怨你 没有武功还敢 害得老大受伤 林一 不能怪沈兄 刚才多亏了沈兄 不然我就算暗算了 苏大哥 对不起 拖你后腿了 无妨 只是沈兄你 以后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 我也没想那么多 就是担心你 老大 你呢什么情况 那些被抓来的女子 个个都是面黄鸡兽 虚弱到不行 我已经安排人手 先送他们回去了 一个女子告诉我 这些人把他们抓来 日日放他们的鸡 就是为了浇灌这些草药 老大 你看这个 如此些吗 沈兄弟 你可见过这种草药 我看看 我还从未听说过 需要用鲜血浇灌的草药 现在人都死了 我们线索全断了 不能让如此邪恶的东西 肆意生长 带记住回去研究 剩余的 全部销唤 是 在这儿 莫莫 你年岁也不小了 总不能成天待在这侯府 真成了老姑娘 多惹人笑啊 莫莫还想在府中 多陪陪你 难得 你有心了 你爹爹多年不在府中 如今齐二爷已经成婚 也该到你了 父亲和兄长不在 女儿的事情 全凭母亲做主 雪莲 今日就带小姐 与那刘公子相看相看 是 夫人 小姐 请吧 我有些乏了 公送母亲 怎么这么突然 软机散 刘公子 刘公子 人我带到了 你们慢慢聊 奴婢就先退下来 快走快走快走 四小姐 来 您请 北方有佳人 四小姐 您不虚传哪 刘公子过奖了 别叫刘公子了 四小姐 以后我就叫你沐儿吧 你这是 刘公子 你是个好人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瞒你了 其实 我从小就有一个怪病 大夫说我活不过十八岁 眼下没几日了 我实在是不想辜负柳公子的亲爱 既然是这样 那就更要珍惜当下了呀 柳公子 你怎么把套路直白 四小姐 你这不也是对我投还送罢了 四小姐 四大爷 四大爷 这药真不是我下来端了 二人 在海上就是我的了 你谁啊你 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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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苏 苏木 oth 苏木 不可 身为君子 怎可趁人不备 行不端之事 怕什么 反正你都决定 为他装身不娶了 那如果不是他呢 算了 给他把衣服整理一下 哥哥 真的是他 你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刚刚在帮你整理衣服啊 你无耻 你下流 你炎仔 喂 你有没有搞错啊 刚才刘公子想对你行不轨之事 是我救了你 那今日你救我之事多谢你 我们的往事一笔勾销 但是我奉劝你一句 关于侯府的私事 你自己好自为之 苏小姐这话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真当你在侯府的那些事情 我不知道吗 是 他知道了 他 知道了 苏默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不许 不行 在被拆穿之前 必须先把侯府查清楚 侯府内 只有二夫人的房间没有探查过了 只有二夫人的房间没有探查过了 你这个小偷 小偷 小偷 你 我打死你 你等一下 你听我说 你 你 我打死你 你等一下 你听我说 你 你听我说 你 你 你 等一下 我不是什么小偷 是我 是你 你 你这个银贼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打死你 你 停 什么银贼啊 你是个外爷 你是个外爷 你是个外爷来侯府 是不是想撕毁我嫂子 什么 我撕毁你嫂子 我怎么撕毁你嫂子 我就是你 敢 敢说我再跟你解释 别解释了 我是不会相信的 快 来 他们在那边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哪个爷男人 有人来了 我先走了 站住 如果我被抓住了 我就说心愿于你 你也解释不清楚 还敢威胁我 来不及了祖宗 快点吧 银贼 母亲 母亲 那个野男人呢 什么野男人 别装了 我刚刚明明看到 你和一个男人 在这里拉拉扯扯 侯府 怎会有外男出现 那你为何深夜在此啊 今日女儿去相亲 险些惨遭凌辱 心有委屈 本想来二娘房前说说话 对了 不知父亲在倒灌过得怎么样了 不如明日女儿去瞧瞧他 你父亲安心修行 去打扰他做什么 许是雪莲睡糊涂了 你是看走眼罢了 是 都怪奴婢眼花 对了 今日我为你寻了桩好亲事 你就安心等着嫁人吧 是 母亲 是 那个烟贼 找嫂子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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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没有 有 扇 扇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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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扇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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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扇 actors 滚反 Leg 扇扇vest 伇明 妹妹 这么晚了有事吗 有 就不能明天再说吗 我已经要睡下了 你为何要做出对不起我哥哥的事情 我没有啊 妹妹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那你怎么会有和花满龙沈韵一样的荷包 如此私密的物件 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你说荷包啊 他是我哥哥 这荷包 但是我修给他的呢 你说什么 沈云是你哥哥 雪莲姐 真羡慕你 感觉大夫人对你比对小姐都好 那是自然 等把他嫁出去 侯府里除了老年夫人 就是我说了算 就是不知道王府小少爷是个什么样的人 居然会娶小姐 他呀 他就是一个傻子 整个王府里的人谁不知道啊 那小姐也太可怜了 以后的日子啊 哎 妹妹 可能什么呀 是啊 嘘 她不给别人做气 她不给别人做气 她听到了 你看 没事没事 走吧 啊 你看你快洗你了 你 真是个黑心肠的 竟想将你嫁给一个痴儿 只要能让我离开洪府 她怎么会在意这些 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让这场婚事成不了 多谢嫂子 我之前还误会你 你还这么帮我 没事 我们沈家人向来见不得这种事情 此事我和哥哥定会帮你的 你这个鸣贼 我打死你 我 打死你 怎么了 我要去找沈玉 我要和她道歉 不用了 不用了 我哥哥她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的 不行 我之前误会了她 我还 我还用木棍打她 我不道歉心里过意不去 嫂子 你不必劝我 嫂子 要不你陪我一起去 不用了 不用了 我得留下来啊 稳住母亲 那麻烦你了 我可真是作孽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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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您的菜 晓月 你在吗 好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沈公子 等一下 来了来了来了 你 你 刚才在午睡 午睡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道歉 昨夜的事情是我误会了 进 走 走 其实我今日来还有一件事情 想找你帮忙 就是 我知道 是因王家结亲之事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的 你怎么会知道 在你来之前 我妹妹已经托人带来了消息 让我祝你解决此事 那你可愿意帮我 当然了 不管你今日有没有来找我 我都会帮你的 我不希望你嫁给别人 我 为何 这 就当 你在花满楼受委屈的补偿啊 那谢谢你 原来 他人也还不错 好 我 老板 来碗馄饨 好嘞 来了 是王家的人吗 沈兄弟 谢谢你 那位沈鹰不到三日 便治好了我傻了十几年的弟弟 不必敢谢 你应该去谢那位神医才对啊 对对对 那我这就去花满楼好好洗洗吧 花满楼 竟然有专制吃傻的神医 他真的会将此事告诉王夫人吗 放心 这人滥赌 已经欠了很多银子 但凡有赚钱的机会 一定会抓住的 那如若此事成功 算我欠你个人情 好 日后我定来讨要 我到了 那我先进去了 你快走吧 你怎么不进去啊 我 我目送你离开 你走了我再进去 好 那我走了 我先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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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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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了 有门走非要爬墙啊 大门锁了 况且我是偷跑出来的 真有 你能帮我扶起来吗 谢谢啊 来 这雨又下大了 雪莲姐 你这是什么啊 好看吧 这可是王府给的聘礼 大夫人看我喜欢 就直接赏给我了呢 大夫人对您可真好 感觉小姐都比不上你呢 她不过就是一个妾生的女儿 在这侯府里 怕是连个丫鬟也不容易 怎么样 干吗 真好怕 她们竟敢这样说你 我今日定要好好收拾她们一下 不必啊 这种话听听就过去了 我都习惯了 再说了 你要中处去被发现了 我还得去解释 我们走快些 大夫人还等着吃品方摘的点心呢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放过她们 走吧 走吧 那我进去了 怎么 不爬墙了 后门开了 我喜欢的小姐 你帮我做的儿子 你满在哪儿呢 但是他越来越来越来越在乎 你爸爸就像你一样 我怕的你 我怕是江椒子 我怕是江椒子 我怕是她沒事跑 你干吗 这儿 行这个 啊 我怕是你 你做梦子 你行哪儿 你復活了 什么事情 我怕是你 神医 来啦 这便是我儿 请坐 您儿 她一直看我 她是不是要吃我 好 莫怕 莫怕 神医 神医 您不把脉吗 望闻问切 先望 再问着 来 傻儿 来 小少爷 娘 好 莫怕 把手给神医 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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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医 五儿病情如何 小少爷身体与常人无异 可惜呀 智力低下 让我为小少爷针灸一番吧 好 那便有劳沈医了 好 好疼啊 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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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맛 hele 仲虎 这原来就够ène 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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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slapped throwing 你是啥子 莫 Floyd ray 桂莫 你 돼 杂莫 莫怕 by 莫怕 By 侯 employed 莫大羽 乖 威择 pale 莫怕 by 房小虎 莫아� try target helped you 是王家自己来求的心事 其实 我们可以对外宣称 要嫁的 是另外一位侯府小姐 而并非苏小姐 这样既保住了母亲您的名誉 又可以给王府一个交代 你这法子不错 可是我们侯府 哪儿来的什么 另外一位小姐啊 母亲 可以收一位义女啊 义女 收谁啊 我看雪莲就挺合适 她平日里照顾母亲 也很是用心啊 不要了 夫人 奴婢不要嫁给一个人 奴婢不要离开您啊 夫人 雪莲 夫人 嫁到王府 你可就不是奴婢了 可是少夫人了 这是母亲给你的恩惠 你可不要辜负 母亲的一番心意啊 夫人 求您开恩啊 夫人 求您开恩啊 夫人 奴婢 夫人 雪莲 你可不要不知好歹 夫人 夫人 求您开恩啊 夫人 雪莲 那王家也算富有 嫁过去 也不算亏待了你 去吧 可不算 岂有此理 他苏家竟然让一个丫鬟 嫁给我王家 这简直是对我王家的欺辱啊 老爷 进来 老爷 老爷 什么 换 华天全毁了 桑桑 这杯酒我敬你 要不是你 我希望只能嫁给王小虎了 妹妹别客气 这些都是我哥哥的主意 我也没帮上什么嘛 对 沈玉是个好人 他帮了我好多 不行 我现在就去找他 小妹谢谢他 你不用 我真是造诣 什么 妹妹 不如 明日咱去找我哥哥吧 随着今天大家都高兴 我去找他 我们不对不归 今日天色已晚 你也喝醉了 实在不太方便 我今天就要去找他 我要跟他说 妹妹 我还 我要跟他道歉 我要跟他 妹妹 是我 我去帮你找他 你先坐下 歇下 怎么样 坐 坐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来了 让你久等了 先生之事 多谢你了 那你想怎么谢我 那你想要谢什么 我想要 我想要你一生相许 嫂嫂 我得去找嫂嫂了 我 我妹妹她现在可能已经入睡了 不会的 说好一起庆祝 不会睡的 那这样 我去找她 你在这儿等我 我 我 这 小哥 我 早餐 你 我 你替我解释 晚了 妹 嫂子 妹妹 昨天晚上是我喝多了 我没闹出什么笑话吧 没有 昨天我也喝多了 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 那就好 那就好 幸好她喝多了 不然可就真露馅儿了 嫂子 嫂子 怎么了 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没想什么 我怎么觉得 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怎么会 妈妈你 那你怎么了 我得去看看 抱歉 别叫你管我神经 臭丫头 你们干什么呢 小夫人 小姐 小姐 为什么欺夫人 没有的 小姐 我们就是 就是跟她开个玩笑 是吧 小局 开玩笑 那我要不要去找找大夫人 过来看看到底是不是玩笑 别别别 奴婢下次不敢啊 那还不快下去 是 来 以后有人欺负你 就来找我 知道吗 谢谢小姐 陈兄弟 这次跟我回府 一定要在府中多住几日 好让我尽尽地主之仪 嗨 苏大哥 这说的什么话 咱们兄弟之间啊 不必如此 这是 金颜阁 走 进去看看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有哪里不喜欢的 我叫人再改 这些都是你给我准备的 当然了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里 专心卖你的大宗瓶 就不用出去风吹日晒了 也不用提着这些东西到处乱跑 好 除了我哥哥 还没有人对我这么好 好 这个 给你 这枚玉佩对你挺重要的吧 我帮你把它赎回来了 沈玉 放心 以后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老大 到了 到了 请吧 请 苏大哥 这是你家 你是侯府世子 是 沈兄弟 请吧 什么 原来我要嫁的就是苏大哥 沈兄弟 沈兄弟 走 好 请 走 尖家沧沧 白鹿为霜 所谓依人在水一方 速回从之 道足且长 速游从之晚在水中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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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回来了 哥哥回来了 我先走了 啊 对了 小姐 你有见过少夫人吗 奴婢今天一天也没有见过她 完蛋了 沈兄弟 嗯 诗书有疑音不能如释相告 还望沈兄弟谅见 不会不会 嗯 嗯 苏大哥怎么会是我的夫君呢 他还误会我沈玉 这怎么解释啊 哎 沈兄弟 嗯 可是小妹妹了 你放心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应该马上就能回来 嗯 有劳苏大哥了 嗯 我就是这个妹妹 你到底去了谁啊 难不成 苏大哥被人蒙骗了 不行 苏大哥 其实我才是 世子 世子 少夫人到了 来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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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带了一个 提提 亲戚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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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哥哥 我是你的妹妹 焦焦啊 哥哥 这些天去哪儿了 焦焦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是焦焦啊 我们兄妹就是这么的亲密 哥哥 你回来了 睦睦 这位是 这位是我 你 你嫂子的哥哥 沈玉 沈玉 那花满楼那位是 也是我哥哥 我有 两个哥哥 他们都叫沈玉 这是我二哥 他叫沈玉 鸟与花香的玉 花满楼的是我大哥 他叫沈玉 玉如鱼城的玉 对吧 二哥 对 我是他二哥 好吧 我走了 趁点儿 哥哥 你出来乍到 不如我们出去逛一逛吧 好啊 那苏大哥 我就先陪妹妹走了 好 走啊 夫君 我先走了 告辞 哥哥 哥 你可真是 好福气呢 哥 你怎么能替我出嫁呢 那是假月属大哥 你还敢说 要不是你当初逃跑 你以为我愿意扮成这个鬼样子 我 哥 要不你把这身衣服换回来吧 你这个衣服穿得我实在是 你让我换衣服 你还不出去 谁 谁稀罕呀 占占 你这身衣服 你让我换衣服 还要不出嫁呢 我还要不出嫁呢 你把我换衣服 你还要不出嫁呢 我和你这个衣服 就不出嫁呢 我换衣服 我还会出嫁呢 你还要不出嫁呢 我那不是为了找出刺客吗 那你还是骗了我 不是这样的 我 我要告诉我哥哥去 别 现在还不能告诉他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三日 好 就三日 放手 哥 你是不是喜欢苏姑娘 你怎么那么八卦 那我就去帮你追 你 苏姑娘请留步 沈姑娘有何事 苏姑娘 我哥 她也是有苦衷的 这门情事是皇上订的 事关沈家的安危 所以越少人知道 我哥的真实身份越好 她真的不是故意要诓骗你的 其实我都明白 不过 我们所有人都瞒着我哥 他迟早会发现的 到时候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就怪我任性 要不是因为我逃婚 我哥也不会出此下策 苏姑娘 我真的不想嫁给一个陌生人 再说那时候 我已经有心业之人了 我明白 女子之愿 愿得一心人嘛 那么长 实不相瞒 我心悦之人 是苏大哥 你喜欢我哥哥 其实早在三个月以前 我去京城游玩的时候 遇到了危险 是苏大哥救了我 从那之后 我便心悦于他 只可惜 应差养错 事已至此 我哥他心细 踏实瞒不了了 我哥不是给了期限吗 那我们就相信他 可以解决这个困境 更何况 我哥是真心喜欢你啊 谁要他喜欢我 苏姑娘 遇着别生气了 我能看出来 你啊 也心悦我哥 我 我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那个 你回去跟他说 今晚大夫人设宴 让他别露出马脚 这不挺关心人家的嘛 搞定 没成想 沈贤侄 竟是儿媳的哥哥 这顿饭 变成了家宴 来 来 苏大哥 你有伤在身 就别喝酒了 对对 齐儿 你就别喝了 是 娇娇 你与齐儿是夫妻 你替他便好 夫君 我替你 来 来 吃饭 吃菜 齐儿 这是你最爱吃的 多羡慕 还有这个 还没痊愈 是 你 娇娇 你与齐儿是夫妻 你应该 多多关心夫君的身体才是啊 夫君 多吃一点啊 嗯 母亲说得是 儿媳听闻 京城外的灵影寺 很是灵验 决定明日搬去灵影寺 住上一段时间 是摘念佛 期盼夫君身体 早日康复 倒也不用这么麻烦 夫 夫人 我的伤也快好了 不麻烦 不麻烦 还是 别去了 齐儿刚回来 我还等着抱孙子 好 抱孙子 抱孙子 太太辣了 要不夫人还是去吧 出去逛逛也好 嗯 对 对 没事 逛吧也好 祁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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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菜 吃菜 夫君 吃啊 夫君 想喝茶 夫君想喝茶 为妻给你倒水去 哎哎哎 不用 不渴 那就这么干坐着吧 苏姑娘 我哥他不会被发现吧 哥哥像来聪明 我也不清楚 他会不会被发现啊 我就说要直接告诉苏大哥真相 我哥又偏不同意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现在这么干着急 也没什么用 总之 那咱们先分开 我想好了 你要干什么 我赶了一小的路 得去洗个澡 你就 我就 你跟澡澡在吗 在 进 妹妹 哥哥 我近日睡觉总是做噩梦 我想让嫂子陪我一起睡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夫人 你就 可以 今天我陪妹妹睡 夫君 那我们走了 哥哥 你不回去吗 我还要给苏大哥换药呢 府中不是有大夫吗 我也是大夫 顺手的事 是 是 沈兄弟日日都跟我住在一起 他帮我看比较放心 对啊 日日都在一起 啊 啊 啊 他们都是男子 在外执行公务 很正常的 正常的 正常 正常 就是 我们男人在外边 哪有这么多讲究啊 我 我 嫂嫂 我困了 走吧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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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苏大哥 我来给你换药吧 走 好 睦睦 你还在生气吗 我不是故意要欺骗你的 只是 我和娇娇在静静的路上 遇到了刺杀 我不知道背后的人是谁 也不知道京城有没有别的危险 所以我只能小心行事 睦睦 以后我再也不会骗你了 我沈玉发誓 若是我以后再敢欺骗苏默 我就 发什么誓啊 我不要老发誓 那你 别生气了好不好 那你以后要再骗我 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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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害羞啊 原来苏大哥就是我的夫君 我们也太有缘分了吧 请吧 请 你是侯府世子 原来 她并非我的夫人 天底下 竟有长得如此相信的陌生人 点满 变成了 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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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您怎么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我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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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看 沈兄弟 我没事 是没事 你该喝药了 我来吧 我喂你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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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你别动 手放下 上嘴 我自己来 要不一切都来 我它如今的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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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我沈娇的相公 就是帅人 就是帅人 什么味儿 迷魂箱 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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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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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嗯 哥 嗯 你呢 你 到底是什么人 半夜溜进沈兄弟房间 苏大哥 沈兄弟 怎么了 是啊 怎么这么激动啊 这个纸 又是浴水 又是脚印的 太脆弱了 我怕他坏 你不帮我去算了 要撤回他 是我亲口 那你先告诉我 你为什么大半夜都坏 嗯 都画像啊 你在说什么 嗯 他 他们在担心嫂子呢 对吧 嗯 嗯 对 也不知道妹妹怎么样了 是吧 哥 夫人她 还算安好吧 沈兄弟不必担心 嗯 不担心 我们继续 继续说正事 哦 嗯 对 说正事 正事 你们是好府的客人 他进好府的客房找什么 我都检查过了 我的银两 东西 都在啊 苏大哥 你还记得这个吗 这个 是苏大哥在生破少女失踪案中查获的 他们 一直在用少女的鲜血浇灌着东西 苏大哥说 让我先保管 回京之后再找人调查 难道他要找的 就是这个 不知道了 可是 我也没什么其他特别的东西了 算你聪明了一次 你在京城 并没有什么利益牵挂 却到了侯府 就被人盯上 那就只能说明 是跟这些少女失踪案有关了 那所以 这个到底是什么动向 我怎么都没见过 我好像在咱们家的药经里见过 但我也记不清楚了 到底是什么 竟然需要少女的鲜血来浇灌 所以这个人 会不会和追杀你们的刺客有关系 追杀 刺客 刺客 这又是什么时候的事 此事说来话长 对 当时我们兄弟二人送妹妹来京的时候 必须尽快找到这个人 否则以后更没见 伤疤 把手里活放一下 来来来 大家都把手里活放一下 都过来 我跟大家说 有一件大好事 这世子心疼大家 是啊 马上就要入秋了 给大家 每人做一套冬衣 冬衣啊 下面呢 叫到谁 谁就上来量体裁衣 也不知道这次冬衣什么样子 走 开始了 把袖子捋高一点 这边也是 貌财发这么愣 上来 小菊 你想要一个什么颜色的 小菊 发什么袋啊 没事 太好了有新衣服了 好期待啊 我也想要粉色 你们快上来吧 走了小菊 走 怎么回事 你们三个下去包扎一下 管家那边传来消息 说侯府小四当中 没有手臂受伤的 只有今日 在量体裁衣的时候 三个丫鬟 不小心打碎了碗 伤了自己 那就只能 再想别的办法了 好 为什么是她 她 不是她 谁啊 苏大哥 是我 沈兄弟啊 苏大哥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喝酒 出什么事了吗 没事 沈兄弟不必担心 嗨 咱俩是好兄弟 来 我陪你喝 好兄弟 好兄弟 干 沈兄弟 为什么她是妹 我 我 我喜欢她 不该爱的人 喜欢妹妹 我 我 我 姑娘 什么 你说她喜欢苏默 哥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 去杀了你个变态 你冷静 那 那万一是我们误会了呢 就能有什么误会啊 我去杀了你个大变态 她不是变态 喜欢也会分很多种骂 哪有个个不喜欢妹妹的 我们也是兄妹啊 你的意思是说你讨厌我了 沈玉 给我回来 老爷 我不能再留在侯府了 我昨日差点就暴露了 要不是我 让你杀人 你失败了 让你毁掉证据 你也失败了 真是没用啊 这样吧 你再做最后一件事 我便让你离开 是 我到凰子了 我 touching姐姐 你自己倒了 这个手 bod 我去找你了 我们都来找些你 我去找那个手 我去找你找个手 我去找我去找你找ensible 不行不行 等一下等一下 苏欣 你干什么 沈玉 你怎么回事啊 一天都针对我哥哥 我 可能是我我哪里 坐在不好的地方 惹闹了这位沈兄吧 没有没有 我哥在今天吃错药了 身体不舒服就回家 在这儿待着干什么 你以为我有愿意在这儿啊 我还不是担心你啊 担心我 真是好符合 你不知道他 沈玉 那个 我哥他今天心情不好 我们就先走了 你们继续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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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兄 好自为之啊 沈兄有话 为何不直说 为何这般遮遮掩掩 你真要我直说啊 说 既是有父之父 就不要惦去别人的人 沈玉 你什么意思啊 苏姑娘 我哥他不是那个意思 那他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他是个禽兽 只能喜欢自己的妹妹 这事都怪我 昨夜我和苏大哥一起喝酒 听到了他说的一些话 他说他喜欢你 沈兄 你说什么呢 莫莫是我妹妹 就像沈娇是你们的妹妹是一样的 那 那 你说你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我那是对你 这 总之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我对莫莫 只有兄妹之情 我 混了 苏大哥 莫名其妙 苏 你们俩知道了 不认识苏大哥了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我气 他那个死心眼儿 不行 我要去找苏大哥跟他解释 沈公子 小菊 有什么事吗 这是大夫人特意吩咐厨房给您做的点心 让牛逼送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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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婆婆真好 您说什么 我说这糕点真好 那你快尝尝吧 好 小菊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 那奴婢就告退了 去吧 太好看了吧 我去找苏大哥和他一块吃 好 我去找苏大哥和他一块吃 佳佳 上哪儿去了 嗯 好香啊 苏大哥 你不生气就好 你来尝尝这糕点 孟孟 苏姑娘 我去 莫莫 莫莫 她怎么了 中毒了 这是什么 这高田好像有毒 这是哪来的 小菊送来的 说是大夫人给的 不可能 大夫人今天根本不在府内 那我先去找我哥 我哥的医术比我高 好 莫莫 莫莫 小菊姑娘 这么晚了去哪儿啊 原来是林大哥 我婶婶病了 我想去看看他 侯府 也有人生病了 要不 我们先去看看他吧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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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怎么样 脉象显示中毒 可中毒之人一般面成亲子 默默的脸子会如此红润 对啊 如此重装我也从未见过 我去找御医 哥 他的毒你也解不了吗 要不我们问问爹爹吧 老夫也从未见过如此奇特之毒 苏小姐皮肤样貌既有变美的症状 那怎么办 我只能先暂时稳定苏小姐体内的毒性 回去翻翻点击再想想办法 那就有老许太医了 好了 老夫告退 苏大哥 别太担心了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嗯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